金子門下班了嗎?我是金瞳 說到北部的第一大觀光城市 這是台北市 現在 101 不管大媽們說什麼 在我心中基隆才是台灣北部第一大觀光城 大媽們今天將會十二帶路 十二探索得上金子門證明基隆的魅力無窮 我覺得你們今天這個組合是很黃金的組合 我幫你們取了一個團名叫熊本熊 總之因為現在我們還沒吃中餐 所以第一站我覺得你就在人海市場 可以看一下這個人潮 這個從日誌時代變存在的市場 使北部民眾們驅逐肉物的No.1國早味構成 尤其二樓美食部根本就是餐廳口袋名大開發中心 正當我們在尋找鎖定的餐廳時 赫然發現這位忙碌之餘還能展現魅力的老闆娘 有外表出來用內藥好嗎? 自信都已經爆棚了 我們不坐下來說得過去嗎? 它麵體非常非常有嚼勁 它那種牙齒會發出Doremi的聲音 然後那辣椒都是自己調的 味道也是很實在 辣椒可以加湯嗎? 我們另外有辣椒 知道嗎? 這是夠辣 這是夠辣的 真的 跟你一樣辣 我知道啦 雞排它是一個隱藏的菜單 你要自己在菜單的旁邊 頂向旁邊寫個G字 它才會給你這個雞排 不過在牙齒被手打麵調戲的過程中 發生了一點插曲 抱歉我的靈犀牙套被彈牙麵條彈到掉下來 這家謹慎廚房老闆熱情 味道獲得熊悶熊的信賴 雖然完全不在我們計畫內 但推薦大家來嘗嘗 今天的鏡頭要在仁愛市場示範時尚街掰 這邊其實很好拍照 就由我這個攝影大師 為你們親自示範幾張 台式美學現在正流行 金子們來到基隆 務必好好利用這種頹廢美感 基隆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很景巧 像剛剛我們10分鐘前 在仁愛市場那邊 走出一種未來頹廢風 10分鐘以後我們現在人在先動眼 這座坐落在洞圈內的廟宇 名字叫做仙洞岩 由天安的海石洞改建成 牆壁上的佛山雕刻 讓人感覺來到敦煌莫高窟 另外這令人感到 WOW FANTASTIC BABY 的地方 就是彷彿美國領養谷的廟宇段落 進得來嗎 熊笨熊 我記得後面 十方的進到的是一座佛灘 但我看了看了就想到 剛入宰成這樣 這佛灘是怎麼蓋的 好 如果你本來沒有看完的話呢 從階梯下來 在旁邊有一個樓梯 我們走上去 就會到電話前面 那個佛手洞 我覺得這地方就是一定要來 因為照理來說 大家看完剛剛那個仙洞以後 他們就會離開 不曉得旁邊其實還有一個佛手洞 是不是 是不是寬闊很多 佛手洞也是天然的海石洞 雖然裡面有幾條岔路 但路上又有指示牌 基本上不用怕迷路 走到洞窟最深處看 就能看到佛手印在天花板 想體驗古墓奇兵感受的金子們 推薦一定要來仙洞眼和佛手洞瞧瞧 記不驚喜 好驚喜喔 金龍還能讓你更驚喜 現在跟著金桶一起去外拍吧 我們現在人已經在我們的中山路橋了 它非常的特別 它以前的那個千禧漫播的電影裡面的時候 舒淇就是在裡面這樣跑步跑過去 後來就很多人知道這條路橋叫做舒淇橋 這個地方它舊的非常有味道 待會我就請熊本熊兩個人示範 怎麼樣在這個路橋上面拍出熊版舒淇來 來回頭 回來了人 還沒有成功喔 那我們不要氣 來看我 來回頭 其實你未必只能再走到上面拍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人心臟這個窗口 這個錯落的感覺 至少出一種非常隨性的接拍感 就這樣 哇好好看喔 等一下 來告訴我誰是舒淇 我 聽金龍一句話 想要當IG網民的各位 基本上如果沒有中山路橋照 基本上就是失格網民 還不快來拍照啊 因為中午才出門用不了多久 便又到了晚餐的時間 人都來金龍了 怎麼可能不去廟口夜市呢 這廟口夜市就是大家都曉得嘛 他無論是早上無論晚上 他永遠都存在一個人滿為患的狀態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去看看 到底有沒有辦法買到我們想要吃的東西 我隨後發現了五家頂邊做的帥哥 你看他多認真 在這個工作場景裡面努力的樣子 配上他那風度片片的瀏海 對啊 現在也滿努力 但我只能說 當一個人帥的時候 他的努力是會翻倍上漲的 你知道嗎 每次來基隆的時候呢 我們的攝影胖姐 他一定會來排這家 58號的營養三明治 當然是因為其實我有大概吃過幾家 我也是覺得這家算是比較好吃 因為他的麵包比較飽滿一點 人滿為患的基隆夜市 許多店都需要抽號碼排來排隊 除了天聖鋪的營養三明治以外呢 往前走一點有一間 不知道什麼名字的炭烤圖 由於都是三明治外加用料很相似 今天實際我們就專注在 平板式三明治及棒狀式三明治的對決 我喜歡 我還好耶 我覺得麵來自很好吃 但麵的肉還好嗎 肉還好 肉還好 這種有脂肪的肉 他只要冷壓就變硬 變乾 因為他是叫好的 然後碼過了以後 還是跟你拿 如果你有辦法即時去拿的話 即時去拿 這個應該熱的時候好吃 我以往都會買這家的 超營養三明治來吃 他沒有超好不好 超營養我覺得是來自一些 一般化的血影吧 我也不知道取這個名字 人在想什麼 這到底哪裡營養 最誇張的是 他在他的招牌上面寫 炎炎益壽 有嗎 真的吃太大口會刮到嘴裡 會 好好吃喔 超脆耶 這是記憶中的味道嗎 這是記憶中的味道 他麵包一如往常的醉 他又是炸 只是說 他的確是不會受炒 可是他比起來 有點油耗味 就是要注意的喔 我沒有吃過 怎麼可能 因為我每次來都太多人 因為我不太愛排 漸漸感受到嘴巴都破皮 好我懂 你是不是今天覺得說 跟他比起來 他精神好蠻多 對 在我們要離開以前 攝影胖姐特別指定 要來買這間 李壺 李...念壺吧 李壺比你很做耶 伴手禮 我們攝影胖姐 他就堅持說 這一定要來這邊 就是要買一個東西 我就不免服 那邊開給大家看 雖然我現在知道 無論是攝影大姐 還是攝影胖姐 其實非常想尿尿 彈光已經快裂開來了 快一點 我聽到裂了 現在這樣子的包裝的視覺 是非常流行的 現在很流行 這種很純正的那種台味 裡面呢就是很方正的 傳統的鳳梨 五月三就吃得到纖維 它這種很顯然就是 因為傳統的 所以它是冬瓜味 會比較重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 我拜託你咬一口 一口就好 好 我就想尿尿 尿一直叫我吃東西 你快點你吃一口 你懂我在說什麼 好吃 好吃嗎 好好吃喔 這就是雞龍的味道 我買了一千多塊 我等於說 有的東西 它不是本身好吃 它是吃了一個詭異 1882年 1882年的時候你在哪邊 我那時候應該是 普通的農民吧 時間是 晚上9點 我們現在要去最後一個地點 那就是 基隆虎仔山的地標 那我這次呢 要走的路線非常特別 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回車塔的地方 手上那棟片土 直接上到那個地標 超病 快走 這兩個阿伯在那邊 我們燉啊 不要不要吃吧 可以走 位在虎仔山上的 基隆英文字樣 除了走山路就可以到達外 透過回車塔 就可以越過蜿蜒的山路 直通地標 在地標這兒 也可以看見整個基隆港 不管是約會 還是聊天都很適合喔 今天就讓我們在這邊 做結尾吧 我想我們今天的 這整個基隆遊記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覺得今天如何 有沒有發現 好像講說 出來中南部的朋友們 你們來台北玩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會想到說基隆 但其實基隆就是 他媽的超好玩 美食很多 然後這邊就有一種 很獨特的風情 我得說大家都會覺得 基隆很舊很破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邊就是個美麗 回廢的性感 這邊就很方便啦 就離台北很近 所以也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需要講 在一些尖峰時刻的時候 這邊交通真的非常非常混亂 他們那個交通道路的設計啊 就是回圈你知道嗎 你會在那個港口那邊 一直繞一直繞 一直繞不出去 有一次我們那個時候 大學來 我們在這個港口這邊 繞繞繞繞了四五圈 終於繞出去了 然後很開心 我們終於要回家 就知道我們到哪裡去了 我們上了國道 我們騎摩托車上國道 通報警廣 對 然後還有人按我們喇叭 然後還有人報警 總而言之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大家如果覺得今天影片好看的話 就按讚訂閱加分享 再見 請問我們 我們看一下 哈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